我總之可以喘 大飛眼天啊 見到我們香港的奴寵貿 依然說是安心出行有用的 不不 Flagicios 要保留針卡有用的 你说有什么防疫措施 比針卡更有用 你提供给我 结果钟南山给了一个答案 钟南山在昨天 4、5号 在中国全国高校抗疫大堂 开港 讲了一个暂身看法 之前又说 绝不躺平 疫情严重 不想做美国 结果他今天说 说什么 新冠流感 新冠感冒 连病毒都不是 钟南山 研究发现了奥米克隆 多数人一年内 不会再次感染 引发后遗症的风险 亦比Delta病毒株更低 只有4.5% 他表示感染一次之后 体内会产生抗体 等于打了一次疫苗 他说自己的孙女都得了新冠 三天就恢复了 年纪小 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而推论内地放宽之后 有2亿人感染 他认为这个推论不恰当 他只随着新冠病毒变移 政策应该相应挑战 重点从防控感染转向防控重症 但不意味可以躺平 还要继续预防感染 翻查记录 2020年4月 钟南山首次提出新冠病毒 的基因已经特变 非常适应人体生存 传播力比较大 比起流感 他又高出20倍以上的死亡率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而随着官方的松绑防疫 钟南山这些所谓中国专家 全部改口 而钟南山在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年会开幕式上高致辞 首次公开转口风表示 感染奥米克隆并不可怕 因为99%感染者可以7-10天 来完全康复 要顺应形势改变防疫政策 尤其小孩子是根本上没事 用了他的孙女为例 那当然了 这些专家就是专门研究 习近平讲什么的专家 不是病毒专家 那你见到盧崇某 现在钟南山斗巴打过去 不知道待会他出来又讲什么 我最近被人警告叫我 不要吵啊 盧崇某这么吵 但是 去到哪里都吵了他 你还搞什么 赠卡 早不知就不给人吃饭 我就不停叫那些子女打针打针又打针 而最重要的就是盧崇某想办法 令到学生打针 如果你学生不打针 不让你回全日 你学生不打针 麻烦你48小时核酸 快策监疫 不停去加难关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年轻人 或者那些小孩子 造成伤害 而最重要的我们香港 所有的专家建制派都已经顶不住 直接这样成 但是死猫一片颈 盧崇某 现在就是全香港唯一 你说什么都没用 我就看你怎样捱下去 钟南山今天讲 跟着中共讲 跟着我就看一下你这位大哥 怎样再捱下去 2022年的随值 我相信香港 这些所谓防疫措施 都要回家睡觉 除非是习近平亲自 阴点盧崇某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人 对香港造成的破坏 真的有目共睹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最终分享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patreon 大比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